大家好,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 沒錯,就是這個月最新景品 《刀劍神域》裡面的愛麗絲 那大家有看過動畫應該都知道 愛麗絲非常強大 她的裝備就是以金色的虧獎 然後還有拿藍色的衣服 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再來就是她的武器也可以像花一樣 往外擴散去攻擊敵人 這個武器真的是很屌,很液甜 那這隻公仔一樣是在我們的導演檔案租帽子開的 景品均一家一樣是450元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租帽子走走看看 那我們這要不多說就直接開箱吧 好,我們可以看到她的配件就是 一個底座,她的底座是全A的 全A的底座 再來就是愛麗絲的本體 那她很細心,這次有稍微包裝一下 再來是愛麗絲的馬尾 然後愛麗絲的武器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張說明書 她有告訴你怎麼裝她的箭 然後也有告訴你頭髮怎麼裝 這樣子,那我們就趕快把它組裝起來 好,現在來到我們的細節時間 那有看過刀鏡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愛麗絲她穿著一個白色的裙子 然後她的衣服還有披風的配色是藍色 然後全身穿著亮金色的鎧甲 那武器跟她的刀鞘也都是金色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 首先她臉這邊我個人是覺得做得還不錯啦 就是沒有崩 那我們再來看她的武器 因為她武器就是亮金色 我們這樣子轉過去 她會發光 那如果她打個蠟應該會蠻棒的 那再來是她下半身的部分 她是用藍色的配色 就跟動畫一樣 再來是她白色的長裙 那整個就是好像在空中飄舞的感覺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那再來是她的披風 那披風的部分就感覺好像是我拔出劍的時候 那我披風整個在空中飄的這種感覺 那她做得還蠻有立體感 就是一個波浪的那種形狀 那再來這個劍她就是金色的嘛 因為其實看過動畫的朋友都知道 她劍跟刀銷都是金色的 好,那我們翻到後面 我們轉到後面來 那頭髮這邊其實也是感覺飄在空中的 我覺得這一點做得還蠻棒的 那頭髮這邊可能裝的時候要蠻小心的 因為蠻細的 那她這金髮其實也做得蠻棒的 也沒有掉色的感覺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她這邊 她的鎧甲 她腳這邊的鎧甲就全部都是亮金色的 做得還蠻棒的 至於我這樣子翻過來 應該會有很多人說我是變態 但是我只是想讓你們看一下 她的大腿而已 好,那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隻公仔 這隻景品 我覺得還蠻值得買的 好,那這個以上就是我們的 i4的部分 好,經過我剛剛跟自己的六月討論之後呢 我覺得這隻公仔 其實做得還蠻不錯的 再來是因為她的450元 然後這麼大的 整個公仔的質量我覺得很棒 拿起來其實蠻有重量的 然後以盔甲 還有她武器金色呈現的方式 讓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因為她很亮 就整個是亮金色的感覺 然後她的披風啊 還有她的裙子 然後還有她的頭髮 這個呈現方式就 蠻有立體感的 感覺好像就是真的在空空飄 如果喜歡刀劍蛇域愛事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入手這隻 好,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我的小鈴鐺 還有去我的Facebook粉絲團 點個讚 那我是好 大家掰掰